台东的饭店业者庆祝周年庆以及妇佑节 特别举办了公益餐会 邀请了弱势家庭的孩童享用 而在防疫的前提之下 业者以餐盒形式取代了围桌盒菜 避免群聚的传播 活动中也颁发了第一届亲子摄影比赛的奖项 希望能够鼓励孩子记录家乡之美 小朋友们一一上台接受颁奖表扬 但最令他们开心的还是等会要享用的丰盛大餐 四月妇佑节是属于孩子们的温馨月份 台东饭业业者特别结合周年庆活动 举办公益慈善晚会 招待县内弱势家庭孩童品尝大厨制作的佳肴 但同时也配合防疫措施 将盒菜改为餐盒形式 避免飞沫传染 可以回馈一些菜地的社区 我们也准备一些餐点跟游戏的一些项目 除了有美味大餐外 凡年业者也同时举办了首届亲子摄影比赛 希望鼓励孩子发觉体会台东的真善美 并在晚会中颁奖表扬 摄影的爱好者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美丽把它记录下来 那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 会不会想要继续学摄影或者是参加比赛 可以 业者也表示 期盼借此能够让更多社会企业 一行共襄盛举 投身公益爱心活动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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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